以下是关于中年40多岁50多岁60多岁爱情的一些想法 成熟的关系在中年爱情可以发展成更成熟的关系 凭借更多的经验和智慧您可以定于伴侣的关系 到了中年爱情和人际关系可以招注更成熟的方向发展 并基于更多的经验和智慧变得丰富 开放的沟通诚实和开放的沟通对于成熟的关系很重要 理解并表达彼此的需求和愿望并透过沟通解决问题 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是关系的基础 尊重他人并尊重他们的意见价值观和经验 设定共同目标中年之后您可以设定共同的目标或项目 透过这些目标或项目 您可以共同成长并分享特殊的经验 信任与安全建立相互信任与安全 向他人提供支持和理解你自己也能得到同样的支持 希望与愿景分享您对未来的希望和愿景共同规划未来 这可以赋予这种关系目的何意义 直见与允许理解和包容对方的缺点 给他们共同成长和提升的机会 自我保健中年以后更加重视自我保健和健康很重要 保持健康的身心也可以帮助您的人际关系保持健康 丰富多彩的活动发现新的活动和兴趣一起享受乐趣 这可以帮助你们的关系保持活力 中年以后的关系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你们可以接受和尊重彼此的成长和变化 并分享新的经验和祝福 中年成熟地处理爱情和人际关系 可以创造更积极更丰富的关系 自我成长与发现这段时期可能是 自我发现和个人成长的绝佳机会 过去的经验可以帮助你重新评估你的愿望和价值观 并设定新的目标 结婚后的时期可能是自我发现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机会 这个时期让你根据过去的经验 重新评估自己的愿望和价值观 设定新的目标并发展 设定目标和愿景 为婚后的新篇章设定目标和愿景 想想你想在哪个领域成长和发展并制定计划 学习与发展获得新技能或接受感兴趣领域的培训 对您的个人成长非常有帮助 参加课程或找到新的示好 定期自我评估定期评估自己的价值观愿 望优势和劣势提高自我意识 这是个人成长的关键 新体验透过去体验透过专画体验中工作 等享受新体验并寻找自我发现的机会 身体和心理健康透过健康饮食和定期运动来改善身体健康 为了您的心理健康请练习冥想或压力管理技巧 沟通与您的伴通与诚实并分享您的目标和愿望 建立相互支持并帮助您共同成长的关系 时间管理提升您的时间管理 既能以实现新目标并释放个人时间 自我保健您需要尊重和照顾自己 满足身体和心灵的需求很重要 结婚后的这段时期可能是充满新机会和挑战的冒险的开始 它促进自我发现和个人成长 并让你跟女建立更丰富更有意义的关系 家庭与关系 在中年时期与家庭的关系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随助孩子长大成人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发生变化 这可能是重新评估和加强家庭关系的时候了 中年是与家庭的关系可以发挥更重要作用的时期 随助孩子长大成人以及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发生变化 这段时期提供了重新评估和加强家庭关系的机会 与孩子的关系随助孩子长大成人新的动力就会形成 尊重孩子的独立性与他们开城部工地沟通以便相互理解 支持您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并在必要时提供建议 与父母的关系与父母的关系很重要 和健康问题的时期 照顾好父母与他们共度宝贵的时光 聆听父母的故事和智慧 如果有机会分享您的家族历史和价值观 家庭活动和聚会定期举办家庭活动和聚会 可以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 在生日周年纪念日假期等与家人分享珍贵时刻 解决冲突 冲突是家庭关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当发生冲突时透过公开对话和理解找到解决方案 互相尊重并建设性地处理冲突 互相支持中年可能面临许多挑战 包括健康问题经济困难和困惑 家人互相支持在困难时刻互相支持 家族历史与遗产尊重并传承家族的历史文化与价值 考虑一下您将如何管理您的遗产 并将其传给子孙后代 中年是您可以加强与家人的关系并以新的方式联系的时期 家庭可以透过相互支持和团结让这段时光变得更有意义 新的开始中年意味著新的开始 您可以根据从之前的关系中学到的经验教训 找到新的爱情或开始新的冒险 中年是一个可以提供许多人新开始机会的时期 您可以根据从之前的关系中学到的经验教训 找到新的爱情或开始新的冒险 自我意识中年可以是增强自 我意识并更了解自己的价值观和愿望的时期 您可以接受自己爱自己 并对新的关系或冒险充满信心 新的关系基于从以前的关系中学到的教训 寻找新的爱情是许多人在中年时选择的选择之一 你可以透过网络约会社交活动朋友介绍 找到新的爱情 新的冒险中年可能是开始新冒险的好时期 旅行是好志工工作和创新项目 可以让你享受新的体验并发展自己 家人和支持在口和支持在Clarnau的支持和理解很重要 您可以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获得有关人际关系或冒险的建议 安全的决定在口和决定 写出安全的决定很重要 仔细的判断和计划可以帮助你在享受新冒险的同时保持稳定 中年可以备视为一个新的开始 让我们享受新的经验和关系实现自我发现和成长 策略性地利用这个重要的时间让你的未来变得光明又有意义 健康的人际关系 健康的人际关系在中年变得更重要 开放的沟通相互支持和理解的能力有助于提高关系的品质 健康的人际关系在中年变得更加重要 这个时期适用于任何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或正在形成新关系的人 开放的沟通诚实和开放的沟通是健康关系的关键 诚实地表达您的感受愿望担忧和需求 给别人一个机会做同样的事情 互相支持支持和鼓励彼此的目标和梦想 分享彼此的成功与失败享受共同成长的过程 理解和同理心事助理解他人的观点并同情他们 当发生冲突时是助理解对方的感受 并透过诚实地沟通找到解决方案 个人时间和共同兴趣平衡个人时间和共同兴趣 追求您的兴趣并享受可以一起做的事好或活动 表达谢意向对方表达你的谢意 透过言语和行动表达感激之情 即使是对于日常的小事也能加强你们的关系 冲突管理共同考虑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 并学习冲突管理技能 尊重和相互让步很重要 性满意度关于性满意度的开放式沟通和理解 可以帮助改善你们的关系 性满足很重要必须努力寻找双方的满足 重新评估人际关系中年可以是重新评估人际关系的时期 并在必要时改善或改变他们 接受彼此的改变和成长思考你们关系的走向 健康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联系 你们可以互相支持一起成长 中年可以是进一步加强和维持这些联系的机会 如果您遵循上述原则 您将享受更丰富的关系 健康的性生活 即使在中年保持健康的性生活也很重要 开放的沟通理解和共同的信誉 有助于提高满意度 即使在中年健康的性生活也很重要 以下几点可以帮助您在中年保持健康的性生活 照顾您的身体健康透过健康饮食和定期运动来 维持和改善您的身体健康 您的身体健康状况直接影响您的性活动 压力管理压力可能是性问题的原因之一 学习压力管理技巧透过放松和休闲活动减轻压力 医疗咨询如果性问题持续或严重 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性医学专家或性爱资商师可以提供协助 安全性行为实行安全性行为 使用保险套等防护产品并定期接受性传染病检测 情感连结情感连结对于提高性满意度很重要 保持与伴侣的情感连结并在你们的关系中找到平衡 性教育透过性教育更新您的性知识 增加您对个人性欲和健康的了解 健康的性生活会对您的整体幸福 感和满意度产生正面影响 即使在中年在与伴侣的开放沟通和相互尊重的支持下 也可以建立并维持健康和丰富的性关系 中年有多种可能性每种情况每种关系都可能有所不同 中年爱情可以提供发展成属有意义的关系和寻求新体验的机会 中年爱情感连结束 中年爱情感连结束